罗马书第九章 我在基督里说真话并不谎言 由我良心被圣灵感动给我做见证 我是大有忧愁 心里时常伤痛 为我弟兄 我骨肉之亲 就是自己被咒诅 与基督分离 我也愿意 他们是以色列人 那儿子的名分 荣耀 诸约 律法 礼仪 应许 都是他们的 列祖就是他们的祖宗 按肉体说 基督也是从他们出来的 他是在万有之上 永远可称颂的神 阿门 这不是说神的话落了空 因为从以色列生的 不都是以色列人 也不因为是亚伯拉罕的后裔 就都做他的儿女 唯独 从以色列生的 才要成为你的后裔 这就是说 肉身所生的儿女 不是神的儿女 唯独那应许的儿女 才算是后裔 因为所应许的话 是这样说 到明年这时候我要来 撒拉必生一个儿子 不但如此 还有历百家 既从一个人 就是从我们的祖宗 以撒怀了孕 双子还没有生下来 善恶还没有做出来 只因要显明神 拣选人的旨意 不在乎人的行为 乃在乎赵人的主 神就对历百家说 将来大的 要服侍小的 正如经上所记 雅各是我所爱的 以扫是我所悟的 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 难道神有什么不公平吗 断乎没有 因他对摩西说 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 要恩待谁就恩待谁 据此看来 这不在乎那定义的 也不在乎那奔跑的 只在乎发怜悯的神 因为经上有话向法老说 我将你兴起来 特要在你身上 彰显我的全能 并要使我的名传遍天下 如此看来 神要怜悯谁 就怜悯谁 要叫谁刚硬 就叫谁刚硬 这样 你必对我说 他为什么还指责人呢 有谁抗拒他的旨意呢 你这个人啊 你是谁 竟敢向神降嘴呢 受造之物 岂能对造他的说 你为什么这样造我呢 姚将难道没有权柄 从一团泥里 拿一块做成贵重的器皿 又拿一块做成悲贱的器皿吗 倘若神要显明他的愤怒 彰显他的全能 就多多忍耐 宽容那可怒 预备遭毁灭的器皿 又要将他丰盛的荣耀 彰显在那蒙怜民 早预备得荣耀的器皿上 这器皿 就是我们被神所造的 不但是从犹太人中 也是从外邦人中 这有什么不可呢 就像神在荷西阿书上说 那本来不是我子民的 我要称为我的子民 本来不是蒙爱的 我要称为蒙爱的 从前在什么地方对他们说 你们不是我的子民 将来就在那里称他们为永生神的儿子 以赛亚指着以色列人喊着说 以色列人虽多如海沙 得救的不过是剩下的余术 因为主要在世上施行他的话 叫他的话都成全 速速地完结 又如以赛亚先前说过 若不是万君之主给我们存留于种 我们早已像索多玛 俄摩拉的样子 这样 我们可说什么呢 那本来不追求义的外邦人 反得了义 就是因信而得的义 但以色列人追求律法的义 反得不着律法的义 这是什么缘故呢 是因为他们不凭着信心求 只凭着行为求 他们正跌在那绊脚石上 就如经上所记 我在西安放一块绊脚的石头 跌人的磐石 信靠他的人 必不至于羞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